哈喽大家好 品试间酒料杯中式 我是你们的酒鲜小姐姐菲菲 我们的老婆阿拉克森哥 今天呢我们准备试一下 Bushmeal的高年份 因为上次我们做了一次视频 这个Bushmeal的16年实在是有点好喝 那这个25年呢 其实我只是买来当摆设的 没见过好奇 好我们先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两款酒 然后回来给大家做盲品 Bushmeal是爱尔兰威士忌发展历史中 最早出现的威士忌蒸馏厂 酒厂成立于1608年 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威士忌酒商 欧Bushmeal的产量和销售量一直呈现上升趋势 现在是属于世界十大威士忌酒厂之一 自2014年起呢 欧Bushmeal就属于著名的墨西哥洋酒大亨金快河了 我手里的这款Bushmeal16年呢 有在奥罗罗索雪梨桶以及波本桶里面沉酿了16年 之后呢有在波特桶里面做了一年的finish 酒精度数为40度 这款Bushmeal25年的圆酒呢 是熟成于波本桶和雪梨桶大约4年 之后转入Forcefield的红宝石波特桶里面熟成了21年 酒精度数为46度 好了 这两款酒的简单介绍已经给大家放送过了 你期待 哦 你期待 超期待 我也超期待 好 那我们赶紧喝 好 你觉得导演会第一个梅花的梅花呢 不知道 她现在神出鬼目了 变化莫测 等等 那你还记得16年的味道吗 豆腥味 豆浆味 麦芽味 然后我记得是很柔和 很香 哦 好香的豆腥味 哦 好香的豆浆味 No 是 不是豆子 是花生 花生 这个是真的那个花生的味道 哇 这个花生味非常多 他们还能闻到一股那个就那种草药的味道 这个青草 那种干干青草那个雷出来那种汁的感觉 好香 看那个梨子 桃子 就像苹果的那种香 我闻起来 反正这个味道 闻完这个再闻这个就会觉得怎么这个这么好闻 然后这个好像就是多了一些雪梨桶给的味道 这个就是真的完全没有雪梨桶 完全的花生味 一股花生味 好好的 特别重的花生味 哇 超好喝这个 哦 真的太好喝了 我们闻到的味道是它可能三分之一的味道 然后喝到嘴里 它变酸了 但是它那种超级开胃解渴的酸梅和草梅 还有甚至猕猴桃的味道 有没有 它后面有点像那个牛油果糖的感觉 就真的是牛油 不是奶油果 我觉得它在后面的油质感占了快三分之一的那个长度了 就是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 从头到尾 它都有在变这个味道 这个酒不能喝小口 这酒得喝大口 真的 吃完饭 感觉到的有点少了 都得有点熟 我再喝一口就没了 我刚才喝了一大口 然后那个味道超级饱满 其实它做主之后 它那个在中段开始 它那个奶油巧克力的香气特别的重 很饱满 这个酒 它的口感是非常的饱满 而且很特别 就记忆喝一下 它是那种很好喝的特别 不是很难喝的特别 而且你在这里面可能能喝到一丢丢的雪梨桃味 一丢丢就没有说那种种雪梨的枣子 要浇糖那种很很很经常见到的味道 好 我来试一下第二个 你还得喝第一个 没有 这个香味 我是一直都很喜欢这种味道 我也很喜欢这种味道 这种那个新鲜化肾 然后压出来的 哦 它真的是很香的那种鲤鱼 很香的桃子 很香的 甚至菠萝蜜的那种 但不甜的那种菠萝蜜 是那种轻熟的菠萝蜜 这是之前喜欢这个十六年 嗯 十六年 因为柔 很柔和 好了 这个二十五满足了你的这种鬼虚情 这个是非常的柔和 就柔到不行 你整个人要平静下来的感觉 刚才刚刚兴奋出来 然后这个就平静下来了 它是那种柔和的 从头到尾的香 对 但是这种瓶颈我是觉得是很舒服的 嗯 是非常舒服的那种瓶颈 这个它就在嘴里面融化那种感觉 就是奶油糖的感觉 这个呢就简直就倒了 好像叫做牛油 嗯 就更厚更重 嗯 这个也挺重的 其实它 但是跟它放在一起就 这个没有爆发 然后它的味道也没有说 就是层层的一出来 它是平滑 然后平滑 然后平滑 慢慢融得开的那种感觉 这个是有分段的 但真的很香 这个喝起来你发现了吗 这个不酸 你说 这个就酸 就有一点酸味 这个有点酸 这个完胜的 非常好 而且这个25真的很好 这个酒好好 这个酒好好 看哪 这个 我们俩一致认为第一个是25年 第二个是16年 好 导演已经帮我们揭晓答案了 嗯 这个25年 学 一定要能买到一定要试一下 能买到一定要试一下 哎 第一个呢喝的是不是没有的25年 这个也是一个限量发行的一款酒 呃 酒精度数46度 nontial filter 市场售价大概是在800到900之间 第二个不是没有的16年 酒精度数40度 这个酒还好150左右吧 然后这个是很柔的那种 但是很香 这个呢是真的是完美 就是除了在这里面找不到雪梨桶的味道 以外其他的味道都有 我们觉得这个真的是 可以 这个可以说是在众多品牌里面 退而出的一个值得 去让我们去开一个25年 而且还要花那么多钱 这真的是它的味道有在线 大家有机会可以从16年开始试一下 看看你能不能接受它的味道 我觉得可能有些人没办法接受 这个味道 我觉得 也有一些人会可能接受不了 包括我们所说的这种花生的 这种新鲜花生的味道 然后他们家其实也会 在闻他们家 其实带着有点点青草药 然后点点清凉油 嗯 他们会带有点 像清凉油的那种那种感觉的那种味道 那其实规定每一个人都能 喜欢它 就是刚开始我 咱自己喝酒也是先要喝那个味道重的 味道腻的 味道给力的 然后慢慢的就慢慢的 轻下来轻下再轻下来 就才到这个味道 可能需要时间 但是它绝对是一个 你值得去收藏 或者慢慢去评 去欣赏它美好的这么一个品牌 有机会大家一定要试一下 基本上我们一说好了 它已经够贵的了 没必要涨 有不能 好 那大家有机会赶紧赶紧看一下 趁着价钱 第一年份价钱还OK了 嗯 好 那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视频 记得给我们点赞关注哟 如果还没有想法进群的朋友 记得扫一扫右上角的二维码 我把你们带到群里 我们去每天分享 每天喝的威士忌 我们下期见了 拜拜 拜拜